你好 今天想和大家講一下租樓和買樓的分別 最近有個KOL寫了一篇文說租樓 租樓現在是給公樓化算 因為30年之間租樓所給的總款項是給公樓低 即是他用租樓每年4%加租計算 然後公樓30年公樓的本金加上利息計算 租金比公樓的總數要低 這個比較有一個盲點 因為30年之後公樓有物業 還有資產價值 沒有加上資產價值 如果租金比公樓再加上資產值低的時候 這個想法才會成立 如果不是這件事就不成立 我最近都拍過 我說現在不是一個買樓的好時機 以投資的角度去看 的確租金的回報是不夠放銀行的吸引 所以做投資的時候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但是我也同意任志剛這麼說 他就說買樓 即是第一層樓 即是自住樓 其實是平手盤 因為你幾十年後 如果你想在香港 或者是當地去居住的時候 你沒有那層樓 根本是在那裡住不到 尤其是在一些大城市裡面 所以自住那層樓 其實是平手盤 你不要算是一個投資 而是算一個 你可不可以被人篩走 淘汰了 不在居住去想做大前提 因為一個人 那個工作能力有限 當你30歲 買樓30 然後供掉60歲 你60歲之後 你租樓不簡單 但因為你沒有一個穩定的入息的時候 你是給不到一個證明 那個業主你是會租得到 那層樓交得到租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選項 所以我經常分開 第一層樓和投資是兩回事 我現在經常說 投資的時候 不是一個好的選項 就算你現在去買樓去住 都是要很小心 我經常都說 這個槓桿是要比較低 以及要想清楚整個環款 你是有足夠的空間 以及有預購你的工 怎樣去穩陣 因為現在的環境 不是那麼穩定 租樓和公樓 如果是有能力的 我也是建議去買 因為你不知道 那個利息什麼時候會掉頭 以及經濟的增長 會不會跟你的預期一樣 那 投資 就是說去買第二層樓去做投資 那我自己覺得 就不是一個好時間去做這個選項 今天想說的租樓和買樓的分別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